注意看 这个女人被反锁在了冷库里 任她怎么喊叫 也没人能发现的了 女人名叫苍子 性格温顺的她 不仅有着幸福的小家庭 还经常帮助同事完成一些工作 这天同事请她帮忙 清点冷库里的食品 却不料门卫以为冷库没人 将其反锁在了里面 这才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渐渐的苍子体内热量急速消失 她只能尽力找些预寒的东西 盖在自己身上 兜里的打火机 是苍子汲取热量的唯一来源 她呆呆地看着手中的火苗 我会死吗 苍子晕过去的前一秒 恍惚中听到有人在喊自己的名字 幸运的是 救援人员及时赶到了这里 不久后 苍子在病房里慢慢醒来 看着关心自己的丈夫和儿子 苍子笑了起来 只不过出院没多久 她便发现了自己身体的异常 此时正知酷暑 可苍子依旧感觉很冷 甚至就连刚煮好的咖啡 也不能带给她温暖 苍子还发现 别人会感到疼痛的烫伤 对于自己没有任何影响 反而隐隐有舒服的感觉 为此她咨询了医生 医生告诉她 可能是由于在冷酷中待的时间过长 留下了应激后遗症 人体的大脑还停留在冰冷的环境中 听完医生的解释 苍子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一切 随着时间的流逝 她的病情并没有好转 相反那种刺骨的寒冷更甚以前 她甚至一口吃完刚出锅的拉面 在家中苍子也必须要用 十个八个电暖器围着自己取暖 可即使是这样 她仍觉得不够 这天儿子上学前 像往常一样给了苍子一个拥抱 苍子却觉得儿子的温度过于寒冷 将其一把推到 看着受惊的儿子和责怪的丈夫 苍子不知道该如何继续正常生活 她痛苦地翻看着三人的合照 一滴泪水落在相框上 瞬间结成了冰 为了不让自己成为家庭的累赘 苍子准备一死了之 突然不远处的火光 引起了苍子的注意 苍子突然想起了什么 下一秒 苍子不顾人们的劝阻闯入火海 她丝毫不受高温的影响 成功将孩子救了出来 孩子母亲的感谢 消防队员的致敬 和孩子的称赞 让这一刻的苍子 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她终于明白了自己活着的意义 于是苍子凭借自己的努力 当上了消防队员 火海对她来讲丝毫不惧 她出色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任务 丈夫和儿子看到执行任务的苍子 也十分为她骄傲 苍子比了个耶的手势 随即冲入火海 就在这时 一声叫喊传来 原来这一切 不过是苍子弥留之际的幻想罢了 地上的火机 验证着她曾经历过的绝望时刻 怪不得梦境中的苍子会觉得冷 此时的她已经蹦成了一座冰雕 只不过 那僵硬着的嘴角 若有若无地透露着一丝笑意 最后苍子终于找到了 自己活着的意义 哪怕是虚幻的 也足以慰藉她那颗苦苦等待救援的心 也许正是因为自己得不到救援 苍子才希望成为那个散发着光芒的人 一个能实现愿望的洗衣机 你渴望拥有吗 它不仅可以变出钞票 还能让各种美女成为你的女友 男人名叫乔本 刚刚失去工作的他心情十分郁闷 像往常一样 乔本带着一筐衣服来到洗衣店 将衣服扔进洗衣机后 乔本无聊地抱怨着 突然一旁的空洗衣机传来一声脆响 乔本打开一看 竟真的凭空出现一罐啤酒 这时他的身后出现了一个老头 老头告诉乔本 只要对着这台洗衣机许愿 愿望就会实现 说完老头转身就走 乔本将信将疑地打开啤酒喝了起来 没想到这啤酒真的能喝 这是一个女人走了进来 由于要等待衣服洗完 两人也只能干大地坐在长椅上 乔本将喝完的啤酒扔到了垃圾桶里 转身却发现女人竟哭了起来 他询问得知 女人因为面试屡次遭遇备打击 好心肠的乔本 靠着人畜无害的外表和耐心的安慰 让女人振作了起来 他说出自己也被炒了鱿鱼 并鼓励女人和自己一起努力 只要坚持 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果然听完乔本的一番话后 女人喜笑颜开 两人也互相介绍起了自己 乔本这才得知女人名叫小静 很快乔本取走了洗完的衣服回家 当晚他得知了父亲患病的消息 住院需要一大笔费用 这可难化了刚下岗的乔本 他想到了白天的洗衣机 趁着没人 乔本对着洗衣机许愿 果然他真的拿到了30万 此时老头再次出现在乔本的身后 他看着略带惊慌的乔本 警告他洗衣机出现的东西 一天后会自动消失 乔本没管那么多 抓紧时间把钱打给了自己母亲 回家的路上 乔本再次遇见了小静 小静告诉他自己已经被录取的好消息 并鼓励乔本和自己一样不要放弃 于是乔本向洗衣机许愿一套西服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参加了各种面试 只可惜他并没能够如愿以偿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让乔本十分沮丧 这时他看到了桌上同事的合照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乔本心中诞生 他来到洗衣机前许愿 让一个大美女当自己女朋友 下一秒门被打开 果真有一个美女钻了出来 乔本刚想上手搂美女 却被一巴掌干翻在地 看来是自己的许愿方式不对 随后他再次许愿 并加了一句话 很快乔本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女人 不仅有着出众的外表 更有着善解人意的性格 接下来的日子里 乔本沉醉在女友的温柔箱里 只不过女友只能存在一天 每当他迈出勇敢一步的时候 女友就消失了 这让乔本有种时间不够用的感觉 但问题不大 随着乔本不断许愿 各种女人陪在他的身边 金钱方面也不需要担心 毕竟一天时间足够花完 一次小金意外看到了 乔本和女友约会的场景 便偷偷跟了上去 在乔本许完愿的时候 小金问他钱从哪里来 乔本谎称自己赛马赢得的 没想到小金突然生气起来 质问乔本为何像变了的人 不仅不找工作 反而整日沉迷美色不务正业 乔本却责怪他多管闲事 他依旧重复着纸醉精迷的生活 这天在乔本许愿后 又一个美女蹦了出来 这一幕被小金看得一清二楚 乔本接了个电话匆匆忙忙出门 接完电话却发现老头又出现在身后 老头说自己忘了告诉乔本 洗衣机有个禁忌 绝对不能召唤人出来 乔本却并不在意 另一边小金和洗衣房内的女人吵了起来 他以为是女人改变了乔本 等乔本回到屋里 只剩下小金在哭诉 他这才知道 小金喜欢自己 正当他准备开口道歉时 小金突然望着洗衣机开口 下一秒乔本从洗衣机内钻出 他恐惧地看着面前的一切 最终贪坐在地 等待他的命运又是什么 未来世界 人们不用大小便 只要在裤子上开个拉链 就能随时随地 排出黑色圆柱体 这项技术风靡倒国 只需要做一个简单的改造手术 从此不用再担心拉肚子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支持这项技术 激进派认为这样既环保又卫生 保守派却认为这种手术 违背了人体生物构造 小美的男朋友 就是这项技术的忠实粉丝 他一边和小美说话 一边掏出排泄物在手中把玩 甚至还直接放在了饭桌上 小美显然觉得有点恶心 但也没有多说什么 两个人结账回到家 男友是想劝小美 也去接受改造手术 但小美的父亲是坚定的保守派 反对女儿做人体改造 甚至不允许她和男友在一起 男友小之以礼动之以情 可是说到深情处 准备向女友求婚 只见她打开拉链 掏出一个黑色圆柱体 原来太紧张不小心拉出来了 女友不免有些失望 别人求婚都是钻截 她倒好直接送你填供 男友表示很无辜 这是人体的自然反应 她也没法控制 而且这个东西一点也不臭 干净又卫生 边说边拿给女友闻 小美实在受不了了 借口上厕所想一个人静静 可推开厕所门却发现 原来的马桶被改造成了装饰 男友一脸无辜地说 反正她也不需要上厕所 留着马桶也是浪费 还不如换成好看的装饰 男友趁机普及手术的好处 据说欧美国家超过半数的人 都已经接受了改造 首相也提倡民众尽快更换 以后厕所会渐渐消失 做这个手术是迟早的事 小美也想起和同事聊天时 他们歧视自然人的样子 晚上看到满大街的广告 还有拆除的公共厕所 小美终于鼓起勇气来到医院 准备进行改造手术 术前医生详细介绍了 这项技术的优点以及安全性 不到三分钟手术就完成 小美也顺利排除了 人生第一个黑色圆柱体 不久后她和男友步入婚姻殿堂 小美也为自己之前的犹豫感到好笑 因为自从做完手术 新技术让她的生活更便捷 如果当初早点接受手术 就能早点享受了 就在两人准备洞房时 新的问题出现了 原来小美安装的是最新款插孔 和男友的插头型号对不上 男人若有所思的低下头 如果是你 你会接受这种手术吗